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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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田与女友小小交往两年多 曾表示两人关系相当稳定 也把对方都当成是结婚对象 两人也都希望能先好好拼事业 有了经济基础再结婚 没想到去年小小到大陆工作 情侣量受到疫情影响 没有办法常常见面 引人注意的是 近日丰田代班的主持节目 讨论主题为 够不够格当个完美老公 女人说了算 这些事要好好做 其中丰田表示 自己很不认同 把钱交给另一半打理 才是好男人的说法 说到现在女生比男生会赚钱 为什么还要我请客 对此同为主持人的阿Kan 相当认同地表示 男生有诚意的话 女生感受到了也是会回馈 不回馈也没办法长久 像丰田现在就单身了嘛 突如其来的爆料 让全场都相当震惊 对此丰田也坦诚 自己与女友 因敌不过远距离 两人已经分手了 消息一出也让不少粉丝 都相当震惊呢